中医中事件被彻底无视的校园霸凌,论吴欣盈我们需要行李如仪的尊师重道教条,还是平等互众的尊严?分享,4.月14,2022,台中医中音乐科吕老师情绪失控事件结束,相关评论吴欣盈我们需要行李如仪的尊师重道教条,还是平等互众的尊严?提到师生相处之道却只自未提校园霸凌,吴欣盈怎么可能不知道该师常年被中医中学生恶意霸凌?吴欣盈既然说分享在国外校园生活所遇到的一些看似琐碎,但实则值得 我们反思的师生相处之道,在思考我们期待的社会面貌,那我就引用校园霸凌问题的起源来讨论,这也是外国校园所开始讨论,而全世界都非常重视的问题,图片说明,黄国杨医师谈校园霸凌,图片说明,吴欣盈,我们需要行李如仪的尊师重道教条,还是平等互众的尊严?首先说明,校园霸凌不管发生在哪里,当然都是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事,因为这蕴含着尊重生命与人性尊严的意义,举例来说,黄国杨医师在校园霸凌这一集中讨� 关于校园霸凌早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,后来议题开始发酵使因于挪威有三个学生在三个不同学校自杀,调查结果发现三个学生皆因霸凌而死,后来举国抗议要求正式,该研究封巢之后扩展到世界各地了 根据黄国杨医师的介绍,关于霸凌事件包括加害人,被害人,旁观者,霸凌定义则是,个人或群体重复有意针对无法反抗之对象采取负面言语或举动 而如果我们查看wiki关于校园霸凌的定义,被害人通常认为是学生,师长未算在内,大概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久生主编校园暴力研究 以校园暴力来界定,其定义为,行为人针对在校师生的身体和心理的暴力行为,对学校财务或师生财务实施的暴力行为 请注意,该定义的受害人包括师生而不仅限于学生,黄国杨医师介绍校园霸凌时特别提到,语言霸凌包括取难听的绰号,即使人家不喜欢,却又煽动全班而强调我们都这样叫他 此外还包括言语霸凌与肢体霸凌等,到现在还有网路霸凌 如果以所谓的台中一中音乐科吕老师情绪失控事件来看,我们来一一比对相关现象,关于该事件,我陆续写了四篇文,以下观察吕老师如何被霸凌 一,台中一中音乐科吕老师情绪失控事件大结局,学生报告抄袭并谎称花费时间心力,校方尽肯定,这是中一中的兄弟会 二,台中一中学生已约炮渣男王力宏公然侮辱音乐老师,整份报告抄袭诱到图,这叫花费非常多心血 三,台中一中音乐科吕老师情绪失控评论二,学生已白云一人形象性霸凌老师,沈正南医师谈法律,吕秋远律师不谈法律 四,台中一中音乐科吕老师情绪失控评论,从学生报告,老师教学态度,即无声和唱团声角度来看 根据中时中一中女性女师两年前影片曝光网一面倒,学生霸凌老师报道,有网友在YouTube上传两年前的影片 女性女老师应不满被学生当面叫白云,拿着麦克风对着台下学生说 对老师取这种不雅的绰号,觉得很好笑是不是,讲给外面的人听,人家会说台中一中的学生素质,品性不好,还在那边白云白云的角 从影片中可见,拍摄的学生还一边使用特效录影,录影时老师的头上还出现一对兔子耳朵 只见女性女老师越说越激动,你们良心何在,我刚刚在台上给你糟蹋吗? 如果依照校园霸凌的标准,个人或群体重复有意针对无法反抗制对象采取负面言语或举动的 历届许多中医中学生,对被害人取外号,这属于言语霸凌的一种 女性女老师虽然身为老师,表面上具有较高权势,但未必不能够成被害人 黄国阳医师分析中就指出日本公主爱子敬也受到校园霸凌 而且,关于女性女老师的影片被放到网路上,这更是网路霸凌 例如拍摄的学生还一边使用特效录影,录影时老师的头上还出现一对兔子耳朵 以上行为让女性女老师哀痛地表示你们良心何在,我刚刚在台上给你糟蹋吗? 纵观吴兴尹全文,并没有顾及校园霸凌的状况,亏他还当过检察官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,就该管案件 应于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,一律注意,吴兴尹忘了吗? 为何不提学生言语霸凌网路霸凌老师? 这种情况就像黄国阳医师提到的旁观者,校园霸凌的旁观者包含不赞成不反对,嫌恶,叫好等等类别 黄国阳医师严肃指出,只有站出来反对才有意义 我们可以对照中医中事件的言语霸凌及网路霸凌,表面上大家可能以为只有参与霸凌的行为人必须被评价 但那些不作为的旁观者呢? 我认为,无心引力论只有针对所谓尊师重道作为反驳,但完全欠缺以维护人性尊严的角度来看待该事件 就算不把老师当老师般钻尽好了,难道不该把老师当人看? 最后我要补充,黄国阳医师指出霸凌者的满足来自看见被霸凌者的困扰不安 当女性女老师在课堂上说她被学生取外号绩效时,底下的旁观者默不作声 其他的加害人则加码录制新影片散布 这就是典型的霸凌者的满足来自看见被霸凌者的困扰不安 而校方处置也很明显地让女性女老师完全地欠缺支持 因此,当看完无心影大作,我只能叹息,并且怀疑校园霸凌在台湾不晓得还要蔓延到何时 Blackjack2022年4月14日,校园霸凌防治准则Q&A,2021年12月8日 第一部分总则偏QE,何谓校园霸凌? 以下简称本准则,第三条第一项规定,校园霸凌系指相同或不同学校校校长及交职员工生对学生